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冥敏者 又从而注视之 又从而学诗 学文 学字 学此读 种种皆法门之衰向也 无可玩意 那么这个一条是生人 出家人 就是物外学 这里讲到儒者之学 就儒家的学问 以六经为主 书经 诗经 义经 礼记 夜经 春秋 以这个伦理 梦子为这个标准 那么这个学儒的人 他是老庄甚至把佛经浸致不学 就是说专学儒家的经典 其他诸子百家 老庄 诸子百家 还有佛家 这个都不学 那这个是专攻一门学问 这个也是正当的道理 就是业有专攻不足为怪 就是因为他学的是儒家 当然是以儒家为主 那么出家生人也是一样 应该业有所专攻 才能有成就 也就是说我们一般讲 一门深入常识去修 方其有成 那么廉时大师当时看到 有很多出家人不读佛经 而读儒家的书 那读儒家的经书也未为不可 也说就是说 未尝不可以读 因为过去这个出家人 从小就是读这个四书五经 这是国家的教育 所以读儒书也未尝说不可以 也是可以 但是又甚 读到老子装子 那就更多了 儒家也读 道家也读了 那更聪明一点的人 他就还做一些注解 做这个注解 又加以注解为书 那还不够 又学作诗做文章 学书法 学书信 这些杂学都足以藏道 那么古来祖师 有伯通 儒家 老庄 甚至诗词 赤化的 这个是用来 度纵 但是他有一个前提 就是说自己生死已经有把握了 在这个禅宗讲 明先见性大策大悟 那他学这些 可以广度众生 不但学乳学道 诸子百家都可以学 乃至其他宗教 通通可以涉猎 因为他自己已经生死有把握了 出家人主要就是 能够了生死出三界 这个出家人主要的目的 那在我们念佛人来讲 就是有把握往生 往生就是了生死成佛道 也就是说 自己本分应该学的 已经起码及格了 就是能超越三界了 那么有多余的时间 再来涉猎这些 来方便 度一切众生 因为度众生 你没有知道这些 你度不了众生 那这个是可以的 所以甚至学智 学诗 学词 这是佛门的一个摔向 就是说自己这个生死还没有了 那你把 主要的时间都用在这个上面 那就是跟我们出家这个身份 不相应 出家人主要不是判这些事情 这是在家人的事情 出家人你要了生死出三界 自行化他 弘法立身 这个是出家人本分的事情 本分的事情没有做好 那就是跟自己本分的事情不相关的 这些学问 那就错了 就不对了 甚至练书法要练得很好 所以在《沙明立语》下见也讲 因为我们又不是要当书法家 你写的工整就好了 这个是出家人不适合去写这些东西 那么现在的出家人 那学的方面又更多了 那现在这个 种种科学技术种种的 那学的就更多了 那这些跟了生死不相关的 不是我们主要要学的 所以自己已经能够对了生死有把握 我们念佛人有把握往生了 这个 也能够通达内典经典 通达其他宗教的经典 其他世间的学术 这样来弘法立生 这个是可以的 这个是要广度众生 你没有这些也度不了众生 这个是我们看到祖师大德 比较具有代表 就弘一大师 他真的是多才多艺 但是出家之后 他也这些都放下了 那我们看他写的字 诗词 他的书法有他的特色 这个他也以这个艺术来红华 但是艺术红华一个前提就是说 你自己生死有把握能够这一生了生死 那你再用这些来红华是可以的 因为不妨碍你自己主要了生死这一桩大事 这个在这个前提之下是可以的 如果这一桩事情还没了 就写那些 那个跟了生死不相关的 那还是继续搞六道轮回 这就错了 就一天到晚在 处理世间这些事物 写这些事情 放不下 出家人放不下 放不下这些事情 那还是继续六道轮回 这个就不是我们出家主要的目的 所以这个方面我们要了解 我们学习到这个公案 看到我们敬老和尚 他什么经都讲 连其他宗教的经典都讲 但是我们仔细他去听 他是讲其他宗教的经典 但是主要讲的 都是佛法的经义在里面 那其他宗教也都变成佛经了 而且帮助其他宗教提升 所以其他宗教的经典 如果注入佛法这个经义 那他们才能解释的圆满 透彻 帮助其他宗教的提升 帮助其他宗教深入他们的经典 那我们有能力做到这样是可以的 那如果没有能力啊 那你自己还是要守住 你自己的佛法佛经都会不通 你怎么去通其他宗教的 所以佛经真正通达 其他点击四处四处一切法通通通达 他没有障碍 理事外事事无碍 那么廉词大师在这里讲的主要是说 我们经典都还没有通啊 自己学的这个都不通了 那你再去学把那个所有的时间都去学 佛经以外的这些经典 那就不对啦 你出家人这个身份不对啊 所以都举出儒家 儒家如果他不读儒家的经典 他通通来读佛家的经典 那也是怪怪的啊 所以他主要是 要读他自己本身专攻 他这个通了再去涉猎其他的 是这个意思 不是说不能学啦 不能看 不是这个意思 你看啦 我们看廉词大师 触解这个《弥陀经书超》 三教经典都有啊 那主师大德 你看 哪一个不通如是道三教的 没有 他主要讲的这个意思 我们要明了 他主要重点是 就是说你出家人自己本分的事情啊 为主啦 为主啦 这个是主要的啦 好像我们 现在学习这个《无量寿经》 《弥陀经》 这个 在佛经里面 我们这个是主修的经典 那其他的大小圣的经典啊 都是来补充说明这一部经的 那比如说 这个《无量寿经》是补充说明《弥陀经》的 《弥陀经》讲的简单啊 《弥陀经》 《无大德》称为小本法言 《无量寿经》称为中本法言 《大方广佛法言经》是大本的法言 《大方广佛法言经》再展开就三藏十二部经典 那彌陀經講的簡單我們看不懂 不懂就吳浪壽經 吳浪壽經 讀了然後再看彌陀經你就比較 懂得彌陀經在講什麼 讀了吳浪壽經還不懂那大方廣活華原經 那其他三藏十二部經 通通來解釋這個 所以你以這一部經為主其他的大小聖經典通通是 為伴的他是來補助你深入的 那佛經尚且如此 那何況其他的 所以其他的世間的典籍如道 也是來補充說明 這個無量壽經的 也是來補充說明的 所以這一點我們要懂 所以兵俗要分清楚 那我們現在 如果讀到這個公案 那這個 大家可能會有很多疑問出現 老實上不是提倡多元 宗教嗎 大家這個疑問不是馬上就來了嗎 所以這個要加以說明 大家才不會有這種疑問 所以 這個 不是不能邪 你是 要 以哪個為主 哪個是附帶的 你不能兵主顛倒 宣兵奪主 那這裡講的就是宣兵奪主 你主要的不學 那學這個不是你主要要學的 那這個叫先兵奪主 你主要的 出家人佛經學好了 你真的開悟啦 那你其他 世出世間的典籍沒有一樣 不通達 沒有一樣不通 你這個主修的都還沒通 你就修其他的 那就不對啦 好像我們在學校 你選擇的科系 你選擇是 醫學 醫學系的 醫學系的書你不讀 你去讀那個物理系的 那不是不對了嗎 跟這個道理是一樣的 所以你這個本科的 你自己本科的協通啦 再去涉獵其他的 那本科協通就 大策大悟啦 了生死出三界啦 我們念佛倫都往生極樂世界啦 那你有多餘的時間精神 再去涉獵其他的 這個沒有妨礙 而且還可以 接引很多 社會大眾來 入佛門來學佛 這個 在弘法來講是需要的 你對世間法不通 你怎麼度眾生 眾生都是世間人啦 世間人 就有世間法啦 那你 只通佛法不通世間法 你怎麼弘法立生 也不行 所以 自行 佛法 是主要的 化他呢 佛法 還要兼世間法 這一點啦 我們大家要明白 那麼這一條啊 偶遇祖詩在寒家集 他也有講到 偶遇祖詩 你看啊這個 蓮子大師講 這個聰明一點啦 又做註解啦 這個老莊啦 這些這些又做註解啦 倫理啦 那我們看偶遇祖詩啊 他也有 世出的註解 他也有世出的註解啊 所以 看到這一條 我們要知道啦 他當時是哪一個時代 哪一個環境 哪一個背景 他講的對象是什麼 他是有針對性的啦 所以你看這個你要 這樣去 理解 你才不會有疑惑 不然你看到現在問題就 就來了 不是疑惑就來了嗎 像現在牢上提上的儒家的地址歸感應非 那不能學啦 那個儒跟道的不能學啦 你的問題不就出現了嗎 所以為什麼你讀這個公案啊 所以為什麼你讀這個公案啊 明朝時代 他對當時的 那些出家人 講的 而且出家人啊 又是針對 這一部分的出家人講的 針對哪一些出家人講的 針對哪一些出家人講的 這個我們要 要這樣去看啦 所以我現在我也碰到很多法師啊 很多法師他 書法 字寫得好啊 甚至畫畫啦 但是呢 主要寫的佛經他 卻舒服掉 那這樣就不對啦 所以偶遇祖師在寒家集也講啊 他說這個 你書法 你 寫得像 王羲之那樣 那你還是 不能了生死啊 你還是不能了生死啊 你那個作詩詞 做得像杜甫一樣 李白一樣 那也不能了生死啊 那也不能了生死啊 你詩詞做得再好還是溜到輪迴的事情啊 跟了生死不相關啊 佑金李渡 未了生死啊 佑金就王羲之了 以前官當到佑金 佑將金 自寫得好啊 自寫得好啊 但是 他是書法家啦 有名的書法家啦 立朝皇帝都收藏他 寺法 但是他還在六道輪迴啊 杜甫李白 詩做得最好 有名的詩人 也是六道皇夫啊 那在佛門裡面啊 那在佛門裡面啊 最依次的 這個周立盤頭戒 善亂 這個蘭陀 善亂 他們 學習佛法 已經 了生死初三戒了 所以 偶遇主持也講 你為什麼不把這個時間來萬大聖呢 去寫那些詩詞呢 這跟了生死不相關啊 那你為什麼 不把這個時間用來 研究大聖經典呢 讀誦大聖經典呢 你去搞那個跟了生死不相關的 那就錯啦 那個也是針對出家人講的 針對出家人 所以我們出家的這個身份 這個形象 我們只要做的是什麼事情 自己要清楚 自己要清楚 那現在我們都把這個主要的忘記了 那這裡是要舉出一個例子 我們學了要懂得己一反三 如果不懂得己一反三啦 那我們 那我不要去學這個就好了 那學其他的 下面下面一個公案 生物雜數 雜數就爆爆很多 那學其他的行不行啊 我們現在呢 這個世間 學了很多 這些事物性的 那這個 這個方面 也是妨礙我們了生死 現在 我們講的 更實際一點啦 就是 我們現在蓋廟 蓋道場 辦這些道場 實在講啊 跟了生死都不相關的 大家想一想是不是這樣 你妨礙在床園蓋 再大 你也不能了生死啊 你也不能往生極樂世界啊 我們看到很多大廟啊 很床園的廟 你看看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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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在裡面的人他能不能了生死 他每天的精神都發在那個 蓋大廟 那要維修這個大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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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維修 要管理 要操心 那這樣怎麼能了生死 這個就沒辦法了生死 但是我們出家人啊 做了這些事情啊 很難放下 很難放下 放不下啦 那放不下這身念佛就 不能往生啦 節節言而已啊 這個我們都要清楚啊 所以我們現在你要把 看到這個裡面根本的問題啊 所以現在我就出一個題目嘛 我們現在 商溪要蓋廟 阿彌陀來接我啦 我要不要去 還是給阿彌陀說 佛啊 那個廟還沒蓋好 現在不能去啊 阿彌陀說 好那你就繼續六道輪迴吧 就這樣啊 你要一個取捨啊 你要選擇哪一邊啊 怨生希望就是你 你的意願 以哪個為主啊 大家要思考這個問題 所以我們現在蓋試驗是附帶的 咬生死是主要的啦 能蓋得好蓋不好 那也看陰臉啦 我們大家心裡要有這一個 要有這一個標準 不然那個 晚上阿彌陀來了你說不行啊 廟還沒蓋好 來了就趕快走 這個無量節來 這是我們解脫的機會你還不走 蓋廟啊 去極樂世界再來你要蓋多少廟都 都沒問題 這個帳要會算啦 所以要放下啦 我們管不了那麼多啦 實在想我們現在只是一口氣 在然後看不慣放不下 真的是放不下啊 放不下你才會看不慣啊 你放下的你什麼都看得慣啊 為什麼你會看不慣 就放不下嘛 這個我們自己要知道 所以 在這個 我到雲南向小利那邊看到 黃宗昌居宿的日記 有一小段 他沒有完成 他講啊 他說老上堂堂講 念佛三年可以往生 他做試驗 然後就找向小利 就到那個深圳那個信德圖書館 我來這裡念三年 我看看三年能不能往生 那真的他放下萬年 三年都不出門 就在佛堂念佛 佛堂 不是只有他一個啊 還有一些老菩薩 老菩薩習氣很多啦 就關門啦 大聲啦 吵架啦 他讀無量壽經念佛 他起心動念的時候 哎呀 放下 這個門很大聲 很難過 放下 那這樣啊 他念了兩年十個月啊 他念成功了 他真走了 所以我看到他那個日記 確定他是往生的 因為 他真的放下 如果放不下呢 那你看到那些老菩薩那些習趣啊 那你一天到晚就生煩惱 你怎麼去極樂世界呢 所以 我們現在這一層要真的去極樂世界 你什麼人都看得慣 什麼事都看得慣 好人也好 不好人也好 通通放下 道場蓋得好也好 蓋不好也好 都好 那這樣我們才能真正往生的 所以我們讀到這一個啊 你要深入的去探討這個事情 不能只是在這個文字表面上啊 這樣講一講 他就是說你要 你主要的是什麼 那你學了佛經是什麼 偶遇主書講得更 具體啦 你學獎經你為什麼要寫獎經 做法師 那不會聊生事 我學戒律 目的在哪裡 當律師 那也不會聊生事 念佛 要當祖師 你也不會聊生事 參禪要當禪師 學密要當金剛喪師 通通不會聊生事 因為他不是為了聊生事 你 做行政事務 為了什麼 前世 我的權利 我的勢力 不會聊生事 那個叫淫福 不會聊生事 如果你真為了生事 淫福 你去做事一天 像海賢老三一天到你種地 去做佛啦 那這真為他為了真的要了生事 你 獎經也能了生事 餐禪也能了生事 偶遇主事是說開悟啦 你一定會開悟 你是真為了生事你一定會開悟 不管你修哪個法門都會開悟 如果你不是為了要了生事 你修什麼 通通不會開悟 都不是發菩提心 所以偶遇主事講啊 如果你不是為了了生事這個事情 做任何事情 我說我弘法立身我發菩提心 他說我不相信 他說我發大菩提心 這個 這個 我不錄地益誰錄地益 這個大菩提心 他不是為了要了生事 偶遇主事說 我更不相信 不相信他是發菩提心 所以出家人 什麼事情是出家人主要的 就是這件事情 生事事大 無償信數啊 我們有去感受到無償信數嗎 真正感受到無償信數我們人就不一樣了 真的放下了啦 你還不 一定不會這個 這個看不慣那個看不慣這個事情不行那個事情不行 通通可以 因為 我們要去西方了嘛你管那麼多幹什麼 那就真的放下了 所以在這個世間我們隨言就好 我們 大家有緣在一起啊 精心精力幫助大家 幫助大家主要是這個事情 這個才是重點 重要的 其他是小事 其他過得去就好了啦 不要計較 如果計較太多啊 我們都耽誤我們這一身 往生西方這一種大事 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這裡 祝大家福慧增長 法喜充滿 阿彌陀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